哈喽,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巴菲特曾经称赞过一本书,他说这本书我读了两遍 还有啊,这本书的作者他写给投资人看的《投资备忘录》系列文章 甚至被华尔街日报誉为是媲美播客下的股东大会 这也是一本我读完之后爱不释手,马上重读第二遍的经典投资好书 本集节目由生鲜石书赞助播出 你有去韩国玩过吗?我曾经有去过首尔 当时的印象就是很好玩,很好吃,很好逛 我没有想到我的妹妹瓦妹,她更会玩 她去韩国拍的形象照,让我看到之后就惊呼 这个是谁呀?瓦妹她十年前她曾经去过韩国的语学堂上课 当时啊,她不会一句韩语,她就跑去韩国了 在全部韩文的教学里面,没有中文的辅助是很难理解内容的 而且啊,语学堂跟补习班教的韩文 大多都是为了求学跟求职,所以会比较正式一点 没有那么样的生活化 那么前阵子她就看到了生鲜石书 还有明星啦啦队长李多慧 她即将要推出了跟李多慧学韩文的线上课程 她就直呼,这也太幸福了吧 李多慧直接当你的韩文学办呢 这堂课从基础的四十音开始 而且会搭配一名二十年资深教学经验的台籍韩文老师共同监制 听道地的发音才不会学成怪强怪调 课程会从韩剧热门综艺节目挑选对话 加上李多慧生动活泼的示范 让你享受全韩语的沉浸式情境教学 搭配中文字幕能够更快速的理解 李多慧在课程当中也会分享她的韩国私房景点还有美食 当你学会了情境对话 去韩国玩的时候就能够有更多样的选择啦 8月20号之前购买课程享有课程募资优惠低于四一折 结账再输入专属的优惠码WAKI WAKI 250 可以在折底250元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节目资讯栏参考看看 这本书的名称就叫做投资最重要的事 它的作者是霍华马克思 他是橡树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长 即共同创办人 他管理了旗下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产 他从90年代开始就透过投资备忘录 跟他的客户还有所有的投资人沟通 这些备忘录在金融界是广受推崇 就连巴菲特本人也曾经说过 只要在信箱看到霍华马克思的投资备忘录 我马上就会打开来阅读 他写这本书就是希望 可以将多年来的投资智慧 浓缩成这一本投资指南 帮助投资者避开陷阱 掌握成功的机会 书本里面主要探讨了 价值投资的核心原则 从第二层思考到价值跟价格的关系 还有从耐心等待机会到避开投资陷阱 而且还包含了如何对抗情绪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无论你是投资新手还是资深的投资者 都可以从这本书中学到东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本书他除了作者他的原文之外 他还有很多知名的金融专家跟经济学者 在原文的下方直接加注一些评论 读起来就很像看这些厉害的人物 在跟作者对话一样 让我们可以读到更多的观点 更加丰富的有料 非常的有意思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从书里面得到的重点 首先第一个 霍华马斯克他最广为人知的 就是他的第二层思考的投资哲学 他强调投资者需要深入思考 超越一般人表浅的观察 还有要避免做出简单的结论 他认为第一层思考者 就是看见事物的表面 他们的思考内容是比较简单 而且肤浅的 那么第二层的思考者 会挖掘更深层的本质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 他们思考的内容会更深入 而且复杂 这种深思熟虑的方式 才能够让投资者在这种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 找到独特的机会 还有风险管理的策略 他在书里面是这么写的 他说 优异的投资需要第二层思考 这个是与其他人不同的 更复杂 更具洞察力的思考方法 从定义上来看 大多数的人都欠缺这一项 因此成功的关键 并不在于群体的判断 完全相反 我们要对抗的应该是趋势 也就是市场共识 而且呢 你需要避开市场共识的这种投资组合 随着钟摆的摆档 或者说是随着市场的周期循环 最终成功的关键 就在于做出相反的事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 假设某家公司的股票 因为公布了强劲的季度业绩 而大幅上涨的时候 第一层思考者可能就会这样认为 这家公司的表现很好 股票未来会继续上涨 所以应该买入 然而 第二层思考者会进一步的探讨说 这样子的好成绩 是否已经反映在股价当中了 他会问 市场的预期是否过高 未来是否还有增长的空间 是不是还有潜在的风险 尚未被考虑到呢 这样子的深度分析 可以帮助第二层思考者 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那么第二层思考的另外一个重要面向 就是对于市场情绪的一种敏锐的观察 马克思他就说 市场往往会在过度乐观 或是过度悲观的情绪当中迷失方向 第二层思考者可以在这些情绪当中保持冷静 寻找真正的价值 这是意味着在市场过度乐观的时候 他们会谨慎并且可能会减少投资 而在市场过度悲观的时候 反而可以看到很多买入的好机会 这种逆向思考的能力 会使得第二层思考者 可以在长期的投资当中取得更稳定的回报 这也是要成为一位优秀投资者 最难最难的地方 因为每个人都相信的市场共识 反而是你最应该避开的陷阱 想要取得超越市场的报酬 就必须拥有与众不同的第二层的思考能力 除了跟别人不一样之外 你的判断还必须是正确的 才可以赚到这个报酬 如果你判断错误 就是比别人得到更严重的亏损而已 那么再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重点 就是效率市场跟它的局限 在投资的领域 关于这个市场是否有效率 一直有两方的观点在争论不休 效率市场派会认为 所有的资讯都会顺利 而且有效地整合到资产的价格里面 在价格跟价值不一样的时候 会进行快速的调整 消除它们的差异 所以效率市场会认为 没有人可以长期在市场当中 赚到更高的报酬 但是另外一派人的主张是 市场是没有效率的 因为市场上面总是存在着 很多的资讯落差 也存在很多价格被低估跟高估的资产 只要你可以发掘这些价格跟价值 不符合的资产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中赚取 比市场平均更高的报酬 作者就这样写 他说某些资产 它的确是相当符合效率市场 主要的类型包含了 广为人知的 而且很多人在追踪的资产 还有社会认可 不具争议性 或是冒犯禁忌话题的资产 还有资产类型和组成要素的相关资讯 可以普遍而公平的散播 如果一个资产符合这些条件 那这样子的资产 没有理由会受到系统性的忽视 误解或是低估 他就举了外汇来当例子 是什么样的因素 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货币 相对于一种货币的价格有所变动呢 就是未来的经济成长率 还有通货膨胀率 那你觉得会有任何人比其他人 更系统性的了解更多的事情吗 可能是不会的 如果没有人可以比其他人了解更多的话 那就不会有人透过货币交易 可以稳定的获得比风险调整后的 平均报酬还要高的报酬 但是作者他认为 如果我们要主张价格永远是正确的 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他说人类并不是没有感情的运算机器 相反的大多数人都会受到贪婪 恐惧 嫉妒或是其他情绪所驱动 去破坏我们的客观的这个行为 让我们明显的这些错误会趁虚而入 在某些资讯没有那么流通跟透明的地方 那里的市场会更没有效率 这个观点会带给我一个全新的启发 因为以前的我是比较单纯的认为说 好像所有的市场都是效率市场 而这是一种误会 毕竟对于许多存在资讯落差的资产来说 这个市场是真的没有什么效率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子 才会有人可以在里面 赚到一些超越市场平均的报酬 所谓的这个效率市场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像是公开上市上规的公司 这种资讯都非常的透明 而且广为人知 你要在这种市场里面 发现没有效率的地方 是极度困难的 因此如果你是想要在这种 公开的股票市场当中 赚取超额报酬的时候 从理论跟历史的资讯来看 的确是没有什么人 可以长期达成这种目标 除了巴菲特是个例外 所以呢 对于这种性质的市场来说 我们去使用被动化指数的投资策略 就是非常有效率的 这也难怪 像是巴菲特跟其他的财经专家 很多人都会鼓励一般的散户 采取被动化指数投资的方式 你就可以直接享受到市场 给你的平均报酬就好了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是一些资讯 比较没有那么流通 资讯落差很大的 这个资产的地方 就会有更高的几率 可以让人赚到超越市场的报酬 所谓的主动投资 就是在寻找这方面 资讯不对称的理想投资标的 只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 这些东西我们很可能碰不太到 也很少有机会碰到 那正是因为这样子 这种无效率的市场 才是顶尖投资者的最爱 在效率市场跟无效率市场的激烈辩论当中 作者他的结论是 没有一个市场是完全的效率 或者是完全的无效率的 它们只是程度的问题而已 我衷心感谢无效率市场提供的机会 但是我也尊重效率市场的概念 而且我坚信主流的证券市场 有足够的效率 想要在里面找到赢家 基本上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再来要分享的第三个重点 叫做防御型投资人 因为很多的主动投资者 在谈到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 心里面第一个想的可能就是 我要如何取得更好的报酬 然而当我们在追求报酬最大化的时候 常常会冒更多的风险 或是掉入更多的人性的心理认知的陷阱里面 根据书本里面的分析来看 单纯追求报酬的最大化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他说比起这个追求报酬的这种进攻手段 作者更看重的是防守 他在书里面这么说 防守也许听起来有点像是要避免不好的结果 但是其实它没有那么样的负面消极 实际上防御型的投资可以看成是追求高报酬的行为 不过更多的时候是透过避免亏损 而不是透过增加报酬来达成 更多的是透过持续又稳健的进展 而不是透过偶然的亮丽表现来达成 纵观这整本书的论述 我们会发现 作者他一再强调防御型的投资方式 一个优秀的投资人会知道如何避免重大的亏损 因为未来是非常难以预测的 而且根本就没有人可以长期证明说 自己的预测总是正确的 所以呢 你要仰赖预测来获得更好的报酬 几乎是不可行的 可是相反的 他提到说 在榨取预期获利跟避免亏损 这两种投资人会使用的方法当中 他更相信避免亏损这个方法是更加的可靠 因为呢 取得获利通常会需要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有超级正确的判断 但是你要让一个亏损减损到最小 你只要确定实质的价值存在就可以了 你只要确定群众的预期是合理的 而且价格够低就可以了 这么多年的投资经验告诉他 避免亏损是一种更稳定的投资方法 对于投资 我们也必须有防守的意识 就像是作者所说的 防御型的投资策略听起来是非常的有学问 可是如果你简化一下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对投资感到恐惧 担心亏损的可能性 要担心自己不知道某些事情 也要担心 就算做出了高品质的决策 仍然会因为运气不好或突发事件受到打击 这也就衍生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优秀的投资人知道运气跟突发事件扮演的角色 他们也知道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个影响投资成败的关键因素就是风险 所以第四个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 投资的风险 书本里面对于风险的定义就是 风险意味着发生结果的不确定性 还有当不利情况发生的时候出现亏损的可能性 作者认为投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应对未来 因为没有人可以确定知道未来 所以免不了就会有风险 他在书里面用三个章节来探讨风险 分别是理解风险 确认风险 还有控制风险 以下我简单的说明一下 首先理解风险就是投资成功的基础 他指出风险并不是简单的波动性 或是市场价格的变动 而是资本发生永久亏损的可能性 投资者应该要从多方面去考量风险 包括了经济环境 产业趋势 公司的治理 财务状况等等的 建立对风险的全面理解 其次 确认风险就是你要将风险具体化的一个过程 他强调说这个需要投资者 敏锐的观察力还有审慎的分析技能 能够在投资决策当中具体的去识别 每个投资标的的风险因素 例如说一家公司的高负债 很可能代表着是财务风险 那么市场过度的竞争 也可能带来的是经营风险 这些都需要投资者在决策之前 仔细的确认清楚 最后是控制风险 这个是实现投资目标的关键 他说风险没有办法完全被消除 但是可以透过有效的管理来控制 这个包括了多样性的投资组合来风扇风险 还有保持足够的现金流来应对突发情况等等的 他还强调 控制风险需要持续的监控跟调整 不断的去检视跟评估自己的投资组合 确保风险始终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 投资绩效最糟糕的时候 往往就是当你觉得没有风险的时候 就好像是当市场的周期摆荡到很高点的时候 投资人会认为风险很低 而且投资一定可以创造获利 这个就让他们忘记了应该要谨慎行事 应该要忧虑跟惧怕会发生亏损的可能 更多的时候他们反而会因为错失机会的风险 而深受困扰 所以作者提醒我们 实际的风险并不会比感受到的简单而直接 因为一般人过度高估了他们确认风险的能力 但是又低估了避开风险所应该要做的事情 因此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受了风险 而这样的行为又创造了风险 因为当每个人都相信某个东西没有什么风险的时候 就会拉抬价格到一个有巨大风险的地步 最被大家推崇的东西往往都会变成风险很大的东西 但是说实话 我有的时候也会感到蛮苦恼的 因为我如果因为控制了风险 而损失了一些可能的报酬的时候 我该怎么样调适自己的内心呢 作者他的这两段话给了我很好的提醒 第一段话他这么说 控制风险很少会获得奖励 多投行情的时候更是一点奖励都没有 原因就出在于风险是隐藏的 是看不见的 风险也就是发生亏损的可能性 是你观察不到的 能观察到的东西只有亏损 而亏损只有在风险碰到负面事件的时候才会发生 第二段话他这么说 在市场多投的时候 有风险意识的投资人必然会感到很满意 因为他们知道可以从控制投资组合的风险来获利 即使控制风险不见得是这么必要 但是他们就像买了保险的神圣屋主 觉得有受到保障而感觉良好 即使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火灾 所以控制风险就是为了替还没有发生的负面事件 做好准备 最后第五个重点分享给大家 关于投资的价格还有价值 我们要如何找到一个优良的投资标的呢 作者认为主要的是价格的问题 他说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找出好资产 而是要找出好的买进标的 因此你买什么东西并不重要 你付了多少钱才重要 特别是对于主动投资者来说 作者就提醒了 公平价格的资产从来不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可以合理的得出一个结论 他们只会带来承受风险下的公平报酬而已 当然价格过高的资产并不会带给我们任何好处 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出价格过低的资产 那你一定很好奇 那这种资产要去哪里可以找到呢 这么便宜的东西谁会给你找 作者他就给出了以下这些条件 如果这些资产符合这些条件 就是一个便宜的资产 就像是很少人知道或者还没有被完全了解的资产 还有表面上有基本面疑虑的资产 还有有争议还有不合时宜或让人恐慌的资产 还有被视为不适合纳入正规投资组合的资产 还有不受重视 不受欢迎 而且不被喜爱的资产 以及过去可以追溯到的报酬并不好的资产 还有最近成为了减码的标的 而不是加码的标的资产 也就是说 一个便宜的资产 它的必要条件就是 你的感受必须要远远的比现实要差很多 在大多数的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当中 常常可以找到最好的机会 毕竟如果每个人都对某件事情感觉很好 而且乐于参与的话 就不会有便宜的价格给你购买 这本书也再度提醒了我 买一个品质很好的公司股票 并不等于是一笔很好的投资 如果投资看的是买低卖高的话 那么被市场大众认为是品质很好的公司 通常它的价格都已经很高了 而且价格经常高于公司本身的价值 就像是现在大家很看好 最看好的龙头企业 通常都是价格偏高的投资标的 相反的 有一些公司它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被市场跟大众给看坏 很多不利的消息被放出来 导致价格持续下跌 这个时候会采取第二层思考的人 就会去思考了 这家公司是真的糟糕到 没有办法再维持它原本的价值了吗 它没有办法再持续创造未来的利润了吗 如果不是的话 这家公司的价值还在的话 它也有继续创造利润的可能性的时候 那么现在比较低迷的价格 就只是因为市场的情绪感受 而造成的现象而已 这个时候买入这家公司的价格 才是真正的甜美 因为在未来 市场有很高的机会 重新给予这家公司正确且合理的评价 价格又会重新趋近于原本的价值 这个时候的投资才有超额报酬的空间 所以在价格跟价值经常不相等的情况之下 书中有一句话显得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它说高品质的资产也会有风险 低品质的资产也可能很安全 对于主动投资人来说 想要取得超越市场平均的报酬 并不是买好的东西 而是你懂得买好的价格 最后来做一下这本书的总结 我认为呢 这本书它是出乎我意料的好看 我原本以为这是一本很硬的理论书 可是当我真的慢慢的读下去之后才发现 这本书它不但流畅好读 而且还充满了丰富又扎实的投资智慧 整本书没有任何复杂的数学公式 取而代之的是很多 还历历在目的近代金融事件 最后呢 如果要用一段话总结这本书的话 我觉得作者他在书里面的一个总结 已经非常的简洁扼要了 很值得我们整段摘入下来 作为给自己未来的投资提醒 这边我也分享这段话给大家 他说我们应该花时间 试着从产业公司还有证券等 可知的事物当中寻找价值 而不是根据我们针对比较不可知的总体经济世界 跟市场大盘表现的预测来做决定 然后呢 他说因为你不能准确的知道未来的样貌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坚定的信念 分析未来之后所产生的看法 以及出现机会的时候 用较低的金额买进的方法来获取价值 还有我们必须采取防御型的投资 因为很多的结果可能会对我们不利 更重要的是什么 在负面的结果下 你可以确认自己可以在市场上面存活 而不是在有利的结果之下 保证得到最大的报酬 还有他这么说 为了增加成功投资的机会 在出现极端情况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强调采取的行动 要跟群众相反 在市场低迷的时候 积极行动 在市场亢奋的时候 小心谨慎 还有因为结果本来就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所以呢 除非是已经经过很多实证验证的事情 不然我们必须以怀疑的角度 来看待决策跟产生的结果 不论是好的结果或是坏的结果 最后他说 认为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地方的人 还会做几件事情 对风险抱持健康的尊重心态 还有意识到我们无法掌控未来 以及了解到我们能做出的最好事情 就是把未来的事件当成是一种几率分布 并且根据这个条件来进行投资 最后就是坚持防御性的投资 而且要懂得避开投资陷阱 这本好书就推荐给大家 非常推荐给每一个新手或是资深投资人 找这本书来看 接下来分享一下Apple Podcast上面的听众留言 你们第一位听众是叫做 Waki 念起来蛮有趣的 Waki 他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频道 自从发现了这个频道之后 我每天睡前都会固定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优质的内容 还有同样优质的创作者 都让我不禁感叹 自己真的是太幸运了 OK 非常谢谢这位 昵称也叫做Waki的 这个听众的留言和支持 非常感谢你 那么再来是下一位听众叫做 Romani.tw 他说 关于峰值体验 听过这一集的访谈 真的感觉收获很多 很感谢瓦基的访谈 让我们可以听到这么好的节目 我也对峰值体验2的课程感到兴趣 但是因为在收听的时候 已经过了优惠期 所以想要请教瓦基 有机会把优惠期再延长吗 OK 谢谢这位听众的留言 那有提到峰值体验的那一集 也是很棒的一本书 跟一个线上的课程 那一集的访谈里面 老师也讲得非常的棒 而且也让我自己学到很多东西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 那么这边也要再说明一下 关于在节目里面 我们有介绍的 就是包含了课程的这个资讯 或者说优惠资讯的这个部分 绝大部分的主导权 或者说这个活动的优惠期间 都是由课程的主办方所决定的 那他都有一个固定的宣传档期 跟活动的这个期间 尤其是要搭配一些早鸟募资的 都会有很多个区段的规划 所以每过了一个区段之后 就是持续的会上涨 他不太有可能说这个价格又会掉下来 或者说比较后面的优惠 通常都不会比最早的优惠来得好 所以都是比较早买 比较享受这样子 就是比较早买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低的啦 那所以说要在后面这个活动 超过那个期间的时候 还要再拿到更优惠的价格 通常以常理来判断是比较不可能的啦 所以说这个会比较违反了基本上的这个行销的这个法则嘛 所以要跟这个课程方啊 或者说我们要主动的拿到更低优惠 或者说一样的优惠 那基本上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这边也会比较鼓励大家 就是可以在 当然是把握优惠期间是最棒的一件事 那如果说你觉得现在好像 哇 刚好这个瓦机的优惠嘛过了 还有一个方法我也可以提供给你参考看看 因为很多的这种课程或这种知识型的产品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可能在前期的募资档期啊 或者说在推广跟行销的档期 它持续的都会有不同阶段的优惠嘛提供 只是呢它可能会选择在不同的频道 像是Podcast或者是YouTube频道 在不同的频道不同的管道里面 它会有不同阶段的优惠嘛 所以呢举这堂风值体验这堂课来说好了 或许现在在收听的当下 在其他的节目里面 在其他的频道里面 也会有这个时候的折扣码跟优惠码 所以说你可以找找看 就是用搜寻关键字啊 或者说在频道上面找找看 搜寻完之后 你直接用那个时间排序 看最新的节目是哪一些 进去那些节目里面稍微看一下 你或许就可以找到最新的优惠码 或许没有像以前 我在节目里面这个这么优惠 但是它还是会比你直接买 还来的优惠 可能会差个几百块这样子 那也是可以再多省一些的 所以大概这个方式也推荐给大家 如果说你对于以前 你听过像是下一本读什么 有一些老师讲得非常的棒的 课程非常吸引你的 可是他的时间的确是超过了 那你就可以用我的方式 你就可以到YouTube跟到Podcast 搜寻这个课程的名称 或是老师的名称 然后看一下他们最新受访的 最新上的节目是哪一些 去最新的节目底下 通常你都有可能会找到 最新的这个优惠码 所以呢就推荐用这个方式 来试试看 那也非常感谢你 对于这位老师跟课程的欣赏 那也谢谢你的收听跟支持 希望说这样的分享 可以帮助到你 OK 节目到这边又进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书金句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